看一下,上個禮拜的話呢,重點第一個就是我們 把那個等腰三角形這個地方的話,把它畫出來 因為上個禮拜用星號怎麼繪製那個等腰三角形 另外的話呢,有一個變化題,因為有同學問到就是如何讓那個 等腰三角形的右邊再增加一個等腰三角形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比較特別是說 如果你要畫一個等腰三角形,又在右邊再畫一個的話 那變成你勢必,你還要再增加什麼,增加原來星號之外 這邊的那個空白,有沒有,空白部分要增加,這邊也要增加空白 如果你沒有增加這邊的空白的話 那你要再增加一個成,一樣的東西的話,那會出問題,所以主要這個地方 那我們一樣,就是再把這個地方繪製出一個 等腰三角形,當然你兩個可以的話,三個一定也沒問題 然後另外的話,也可以把它畫成零形 甚至你可以畫一個所謂的那個夜彈數等等 那這部分的話,其實就可以動一點腦筋 那主要當然可以 主要練習什麼,利用那個回圈 還有算它回圈的數量 這一題的話,主要是空白數量跟星號怎麼做搭配 OK 這樣的話,你才有辦法把它做出來 這個也許回去 盡量啦,我是建議 多練習,然後自己開一個空白的一個模組 然後可以試著把這個程式 從頭到尾打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如果可以的話,那表示你真的是學會的 因為這蠻花時間的 我建議 可以試試看 那另外的話呢 再來就是 拆數字遊戲 那如果今天希望 寫一個 讓使用者 輸入那個 一個亂數 1到20號裡面拆一個數字的話 當然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所以特別注意 所以一樣嘛 我是建議回去之後 如果你真的想要把Python學好的話 還是需要做一點事情 因為 Python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它跟Excel不一樣 Excel打開上面功能其實都有了 你就可以 再怎麼樣你不會寫VBA程式 你還是可以用裡面的函數啦 裡面的功能 還是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但是問題喔,Python裡面 什麼都沒有 只有程式而已 所以喔,如果你想要 把那個程式真的拿來用的話 那當然呢,最重要就是你一定要熟練喔 把那個 想做的事情,利用程式的方式把它寫出來 所以喔,這個地方怎麼樣做拆數字遊戲 那拆數字遊戲裡面的話,當然喔 當然有個固定規則,我是建議喔,你們可以慢慢把它做模組化 比如第一個,random 兩行嘛,一定要import random 然後random的話也可以用random range 產生一個乱數 有沒有,或者叫什麼RND等等的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呢 壞有Email 所以喔,第一步啦,也許先什麼 先乱數取得 一個1到20的值 2的話呢,就是開始 開始什麼呢 開始讓它輸入 那輸入完之後的話呢 再判斷 所以其實架構裡面喔 原則上大概就分成幾個段 所以喔,我剛剛講的程式上個禮拜有 有沒有 那基本上的話呢 第一個,import random OK喔 然後呢,random range 這產生乱數 第二步的話呢 當然呢,主要就是 畫Email號 然後呢 這個畫Email號然後再輸入啦 所以基本上畫Email號輸入 欸 輸入之後的話呢 所以喔,畫Email號指的是不斷輸入的意思 然後呢 輸入到 輸入完之後就判斷 所以判斷的話呢 當然我們前面講過 if l if l 那因為總共會有三種情況 不外乎就答對 不外乎就太高 不外乎就太低 所以喔,就這三種 當然最後的話,我們有多做一個變化 什麼變化呢? 就是 只能夠拆三次 如果超過三次喔 就不能繼續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在 上面增加一個變數叫c啦 那c的話呢 等於每做一次 就加1 當那個c等於3的話 表示他已經拆三次了 那就開始答錯了 你不能再答了 因為 這個 這個只能拆三次了 但如果你讓他不斷回答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結構非常簡單 其實基本上 這個也不用 這個也不用 所以其實基本上 程式大概就分成幾個區塊 其實很簡單嘛 這個是亂數 這個是輸入 這個叫不斷輸入 這個叫判斷 有沒有 所以1 亂數嘛 2 不斷喔 不斷就是 話語帽號 輸入 不斷輸入嘛 3的話呢 就是判斷 有沒有 判斷如果不對 不對的話 繼續嘛 對不對 因為話語帽號就是 那 如果你有個話語帽號的話 裡面一定要有個break 什麼時候break 就答對的時候break OK 所以其實啦 以後的話 這樣的模式 這樣的程式 其實你可以套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只要他要亂數 然後他要輸入 就是回答的話 有沒有 畫語帽號 然後底下就做邏輯判斷 有沒有 所以其實 到底是可以再做一些 變化的 有沒有 OK 不一定是猜數字 像 之前同學 有提到什麼 1a2b 有沒有那種 其實也是雷同 只是說那個1a2b要四個 四個數字 所以你random的話 可能要random random的話就不是 一個變數了 要random四個 那四個的話 當然 沒有串列 當然你不用串列也可以啊 你用1234 可不可以啊 沒問題啊 當然你用放在串列是比較好啦 但是如果你不想放在串列 你用rnd1234 當然也可以啊 沒有問題啊 只是說呢 程式會比較冗長 差別在這裡 所以有的時候 不一定要說 你一定要拘泥 可能一定要怎麼寫 寫才對啦 我覺得啦 我覺得先求有再求好嘛 有沒有所以啊 如果四個的話 最好是放串列 但如果說你實在是不知道 因為你串列不熟的話 沒關係啊 你產生四個變數 然後再讓他分別去拆 對不對 有沒有 所以一樣嘛 這個可能要變成四個 然後輸入的話呢 變成一樣是輸入一個 因為他 就是也是 比如說他四個數字 全部都串在一起就好了 比如說1234 試一下也可以 有沒有一樣 輸入進來 然後呢 一樣去做判斷 只是說判斷之後的話 不是太 哇那複雜 所以喔 判斷的部分就相對比較複雜一點 數字跟位置 對 數字跟位置 哇那這個可能要想一個辦法 二圍 用二圍 對用個回圈去跑 不過至於怎麼寫 我是覺得 可以自己想想看 當然呢 每個人也許想出來結果都不一樣 因為之前有同學教作業 就教這個作業 OK 其實大概 只是說每個人想到的不一樣 可能 單向會很好一些 就是我拆電腦會很好一些 電腦才不過的 就很想 喔對 對 所以這個 可以當成一個專 可以當成一個專題啊 像之前有同學就把這個當成是 因為最後我們結業需要一個 他的專題作業 他就把 這個 EA2B當成是一個專題作業 OK他就去寫這個 可不可以啊 沒有問題啊 因為我們當然 課程是沒有要求同學寫一個作業啦 不過我是建議 回去 盡量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做這些事 因為 如果你不做 練習 不做變化 說真的你要真的能夠把這些東西學會 還是有點困難 OK 所以喔 可以想想看 另外的話還有什麼 模擬開 開講 程式也可以啦 模擬什麼大樂透開講 大樂透大概 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更多了 剛剛是4個號碼 現在變成7個號碼 那那個大樂透的話是1到49號 有沒有 所以如果想要寫一個這樣亂數開講 那他好處是 他只要Render Render完之後的話 不用做邏輯判斷 直接輸出就好了 那怎麼寫 可以想想看嘛 反正呢 想得到的如果都寫得出來的話 那表示呢 你是OK的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還寫什麼 寫mice CAI 有沒有 然後他猜拳小了 所以上次其實做了還蠻多練習的 另外的話我有補充那個證照考試的題目 304到30 8 總共有4題 其實那些題目 也蠻 有一點點的難度啦 不過看起來好像 比起上面的題目稍微還是算簡單一點 OK 所以呢這個部分是 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前面的部分很重要 因為 你 前面的那個程式 假如說你還沒有辦法 非常熟悉的話 後面我相信 你會越來 越覺得有一點障礙 因為前後是有呼應的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來看那個 第五個單元 因為第四個單元 VBA到Python 這個上面我有給各位一些參考 前面有講過 有一些程式 Python寫得出來 VBA寫得出來 像一些邏輯啦 像回圈 這些都有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也許再花一點時間 再看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第五個單元 所以請各位把第五個單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假如說我要 寫一個簡單的 練習程式 就是輸入乘7 然後並且判斷什麼呢 判斷到底輸入幾個 有沒有 比如說上面這邊有 總共有輸入4個乘7 所以4個學生 然後呢 輸入完之後呢 我們條件如果要離開的話 就-1好了 OK 然後總共有幾個學生 然後呢 他的總分跟平均 平均要到小數點第2位 甚至呢 裡面還 最好是告訴我最高分跟最低分是誰 那會更好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OK 那其實啦 如果說你以前是在Excel的話 其實相當簡單嘛 Excel裡面你隨便打幾個成績 比如說你就 假設打4個人成績好了 打完之後我想要知道 這裡面有幾個人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什麼 插入函數啊 用什麼 用 統計類裡面的 count 就可以了 count 函數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裡面到底有幾個人了 有沒有 count 4個人 那另外的話呢 他的什麼 總分跟平均 總分很簡單嘛 把這邊的Sigma按一下 打個勾就好了 然後呢 平均的話呢 這邊還有 有沒有 平均的話 這邊還有平均值 有沒有 然後呢 把他打個勾 平均就出來 如果他小數點第2位的話呢 這邊還按兩下 按兩下 有沒有 剛好80 喔 有沒有小數點第 但是問題來了 在Excel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喔 在Python 好像就變困難了 為什麼 因為 在Python裡面 他沒有Excel這樣的一個 算是什麼 一個平台吧 所以喔 在Excel裡面 有些事情簡單 但是在Python裡面呢 就變成說你要思考 你要怎麼轉換 第一個 像那個Excel裡面本身就可以放清單 我可以把資料放在這裡 對 但是在Python裡面 他就沒這麼簡單喔 如果你要放資料的話 特別注意你就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 串列裡面 List List一般是中瓜糊 用中瓜糊來表示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放資料的話 裡面要學會一個方法 Append Append 這個方法 把資料放到哪裡 放到這個串列裡面喔 OK這個串列裡面 然後呢 總共三個 最後的話 你要去算幾個人 有沒有 有沒有然後算 總分跟平均 另外還要寫程式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demo一下 首先 要怎麼撰寫 我們來看一下 輸入 這個練習題 假設你又開個新的模組 然後呢 裡面的話 我大概demo一下 因為輸入到-1的時候 那我就把成績輸入進來 那大家執行一下 OK請輸入學生成績 隨便輸入幾個成績 -1 那最後呢 只要四個 -1 -1的話呢 表示說我要離開這個回圈了 然後呢 我就把 這個裡面的 包含幾個結果呢 包含它裡面有幾個學生 幾個學生 然後呢 總分是多少 平均是多少 還有最好 最高分跟最低分 如果有show可以 更好 OK那怎麼做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喔 這邊總共有 四位學生 有沒有 OK 然後總分多少 平均多少 到小歲年第二位 甚至最高最低分 如果都出現的話 那會更好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裡的話呢 就需要用到所謂的 串列喔 串列部分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 串列喔 裡面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相關的方法 跟它的操作方式喔 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裡面的話比較重要的部分喔 我剛有提到 這邊有一個方法 Append 有沒有 如果你今天呢 宣告一個變數叫list1好了 Append後面就加上 刮虎裡面呢 放的是某一個 資料的話 他就把資料放在那個串列 裡面去 OK喔 比如說我 Append的一個數字好了 他就幫我把資料放 放到這個 中瓜虎裡面 那list1裡面的資料就會變更 其他還有比較常用的 像我們剛剛 當Count 有沒有點Count是算什麼 算出現次數 不過特別說這個出現次數跟那個 我們剛剛也是有不太一樣喔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index 所影值 其他的話有範圍啦 哪個範圍 然後底下的話 有些方法我們後面用到 我們再來 說明 還有排序是要sort remove 移除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怎麼做程式的撰寫 首先的話 我們要知道幾件事 第一個 我要 如何 這個先把 這個我先把它 滴掉 假如說了今天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上半部好了 第一個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怎麼樣 要把成績 像這邊總共有 4個成績 我要放在 Python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你需要 先增加一個list 那list的話 記得喔 先給他一個空的list 什麼叫空list 就是說我資料放 放到這裡面來的話 你需要先給他一個中刮戶 也就是這個變數的初始值 是中刮戶 表示這個是 一個目前沒有資料的清單 OK 第一步 那第二個的話 底下 這個當然 Total這個 我們在 Total這個可以先不宣告 等一下再來宣告 那我們還需要什麼 輸入資料 輸入資料 這個輸入資料是成績 所以 我們預設值 等於多一個叫insgo insgo顧名思義 輸入成績 的一個變數 那預設值為0 再來一樣 畫一帽號 畫一帽號的話 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 開始輸入吧 那輸入的話 底下 所以剛剛一樣 先畫一帽號 底下就開始輸入 所以輸入的話 我們就把成績輸入進來 比如85 對 那我就input 一個成績 那這個85的話 就幫我把它填到哪裡呢 填到insgo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insgo等於85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讓它怎麼樣 不斷幫我放到 這個串列裡面 其實應該放在這裡 可是問題 我要先判斷一件事情 它是不是 負一 如果是負一的話 那就跳離 OK 所以我們底下怎麼樣 我們特別注意 輸入應該沒問題 但判斷 特別注意 判斷如果 那你可以怎麼寫呢 如果那個insgo這裡面的值 當然什麼情況下輸入呢 它不為-1 所以這邊的話 不等於 如果不等於-1的話 冒號 那就幫我把資料 放到這個scope裡面去 特別注意喔 比如說我剛剛輸入85 放到insgo裡面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乘機 放到scope裡面 特別注意喔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scope 有沒有 它裡面有個方法 叫append 所以你就 scope有沒有 這個scope的 這個串列 後面你就點 append 然後呢 再把什麼 把這個insgo 變數放在哪裡 放在append裡面 意思是說 如果我今天輸入85 那我就怎麼樣 我就把這個乘機 放到這裡面來了 所以喔 這個裡面本來是空 對不對 如果你輸入完之後 它就變成什麼 中瓜虎八速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那當然反之 所以底下喔 那如果它輸入-1的話 所以喔 我們底下有個反之 L10 冒號 那如果呢 它insgo 反之就是 等於-1 那等於-1的話 做什麼 就break 有沒有 所以 打一個break 就好了 OK 意思是說 就不要再輸入了 應該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 當然呢 它輸入85之後 再來就是輸入96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當它輸入96的話 那中瓜虎經過append的話 變成85 append的話 就幫你豆點 後面再把96 放到後面去了 然後再來54 所以54又把它放在後面 就豆點了 反正那豆點多一個 豆點58 所以將來的話呢 你假設輸入的結果 看到的會是這樣子 所以喔 我們後面先不要計算 我們先 確定說資料有沒有進入到那個清單裡面 所以我先print好了 print什麼呢 把那個 我的這個 串列先print出來看看 是不是 我剛剛輸那些資料呢 先這樣好了 底下先不要計算 不然 一下你可能還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一樣喔 比如說84 Enter 96 94 Enter 我們最後的話呢 當然它還繼續 負1好了 負1 負1它就跑什麼 它是不是負1啊 它是負1的 所以就把這個 Break掉 然後就print這個 結果 所以把這邊負1 Enter 有沒有發現 print出來的結果呢 它實際上 就是把什麼 把資料呢 幫我把它放到這個清單裡面 而已啦 但問題來了 接下來呢 那我要怎麼樣去計算它的那個 到底幾個人 所以我後面也許 大概幾個問題 我想知道 到底 你剛剛輸入幾個學生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總分是多少 幾個學生 所以喔 如果你想知道 到底這裡面有幾個學生的話 後面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透過幾個 方法 可以得到結果 第一個 LEN 外面如果包LEN的話 可以知道說裡面有幾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你要把它 加總的話 其實它有個 函數 叫做上 其實這個跟Excel蠻像的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平均 平均的話 它 在Excel裡面有Average 不過喔 在Python裡面沒有Average這個方學 所以怎麼辦呢 沒關係嘛 你可以把 加總的結果 除以它裡面有幾個學生嘛 不是也是平均 只是說呢 如果除完之後會小數點 不一定是到小數點第2位 所以如果你要到小數點第2位的話 還記得吧 你可以用Format OK喔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先把 第一階段先完成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